同学们大家好,之前我们已经完成了手印的大部分功能,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解决 手印现在所有的数据内容都存在前端的代码里面 打开我们的reducer.js,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数据都写在前端的代码里,它是写死的 但是实际在真正的做项目的时候,这些数据应该是通过接口我们来获取的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会想,我这个数据不能写死在这儿,我应该有一个接口来对这些数据进行一个提供 那么这些组件的数据实际上它都是首页的数据 所以我会和后端的同学去定这样的一个接口 我们可以定一个叫做API下面的home.json这样的一个接口 当然这个地址你可以和后端的同学再进行修改 你自己想起成什么名字都可以,比如说home data都是可以的 那么后端的这个接口呢,它需要给我们返回一些数据 首先你要返回一个success这样的字段 告诉我你的后端接口返回成功了 然后你要有一个data字段 把首页的数据都给我返回回来 首页的数据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 它应该包含topic list 它的内容呢,你可以模拟后端的数据来写一些 比如说这个内容就是后端应该返回的topic list的内容 OK,后端还应该给我们返回什么样的内容呢 还应该返回article list这样的内容 把我前端需要的这个数据啊 也放在这里 好 我们整理一下结构 我们继续再写啊 后端还需要提供给我们其他的借口内容 比如说recommend list 我们直接把这一段粘过来就好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和后端做了一个约定 我们要请求后端的这个home.json接口 后端把这些数据啊 返回给我们前端 然后我们来看 现在呢 后端同学呢 知道这个接口结构之后 就要去开发了 那前端的同学 现在没有办法直接调用后端的数据 所以你要做接口数据的模拟 我们要创建一个json文件 把这段内容呢 拷贝到这个json文件里面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啊 现在我们随便起个名字 或者说呢 就用刚才这个文件 我们呢 把这个json写在这里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它转成一个json字不串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啊 这里会报很多的错误 原因是什么呢 json要求 你的箭直盾啊 都要用双引号做包裹 所以呢 我们要一个一个的 给这个内容 加上这个双引号 那数字你可以不加 布尔值可以不加 但是这种字符串的内容 你一定要加 那这个过程呢 会比较耗时 所以呢 之前我已经把这个json串啊 给大家整理好了 我删掉这个文件 好 Reducer这个不动 我在Public目录下的API目录下 已经创建好了一个 叫做home.json的文件 这里面呢 就是我整理好的 刚才的那些数据 其实啊 就是我们的数据 加了双引号而已 没有任何的改变 大家呢 自己也可以不必整理 这块的内容 下载下来 这节课我的代码 把这个home.json拿过来 直接来使用就可以 好了 有了home.json这个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清除掉 我们之前pages home下的reducer这里面 这些写死的数据了 你呢 可以把topic list里的 这个数据清空 但是它还要等于一个 空数组 你要给它一个出值 article list这些内容 你也可以把它清空 recommend list这里的内容 你也可以把它清空 都让它是一个空数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我们回到页面 大家刷新 好 页面上什么内容也没有 因为你数据项里 根本就没内容 接下来 我们要通过 阿甲克斯的形式 去获取这些数据 怎么获取 在哪获取呢 我们想 这些数据 都是首页的数据 所以呢 我们应该在 首页这个组件里面 进行 阿甲克斯数据的获取 我们打开home目录 home目录下的这个 index.js 就是首页的这个 大组件 我们可以在 首页这个组件的 render函数下面 借助component 第一的mount 这个生命周期函数 来发送我们的 阿甲克斯请求 它什么时候运行呢 当我的这个组件啊 挂载完毕 也就是说 当页面现在显示到 这个程度之后呢 我去请求数据 请求好了数据 再把剩下的内容 显示出来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去发 阿甲克斯请求 大家还记得 怎么发阿甲克斯请求吗 你要import axis fromaxis 使用axis 这个模块 进行阿甲克斯 数据的获取 我们在这里 这么去写 axis.get 接口在哪呢 我们定好了 它是在API目录下的 home.json里面 OK 这是一个promise对象 如果成功 就会执行这个 为第二函数 里面会接收到 res 我们可以console.log一下 res 保存 当你API目录下 有home.json的时候 这个请求呢 是可以连接到 这个文件上的 所以它会把文件里的内容 打印出来 保存 我们到页面上 打开控制台 刷新 大家来看 我们往下点 你的文件里的内容 在哪呢 实际上在这个对象里的 data下面的data下面 你可以看到article list recommend list 这就是那个json文件里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继续来写 constresult 实际上等什么呀 res.data.data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这个result 保存 刷新 这里面就是我们接口 获取到的数据 那么 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没用啊 你获取了这个数据 还要干什么 我们说现在数据都存在哪呀 都存在store里面 所以呢 我们要改store里的数据 大家还记得 你要改store里的数据 应该怎么改吗 首先你要创建一个action 我们可以写下 constaction 等于 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让它等于一个对象 没问题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我们可以写type等于什么呀 叫做change home data OK 我们把三个内容作为值 传递一下 首先 它会有一个topic list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result.topic list 还会有一个article list 我们直接复制啊 不要手写容易出错 result.article list 还有一个内容叫做recommend list result.recommend list 这样的话 我们构建了一个action 然后我们要把action 派发给谁啊 派发给store 那么也就需要我们这个组件 和store建立连接 这样的话 才能调dispatch方法 把这个内容传递给store 那我们的home组件 怎么和store做连接呢 依然是connect方法 我们让这个组件 和store做连接 connect 包装一下这个组件 这里呢 我暂时用不到 这个store里的数据 但是我需要往store里 去传值改变store 这个时候我要写 map dispatch这个方法 好 在这儿我写一个const map dispatch 它等于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一定要返回一个对象 而且这个函数 可以接受一个dispatch参数 它就是store.dispatch OK 我们这里呢 写一个方法 叫做什么呀 叫做change home data 好 这个方法这么去写 然后把map dispatch 传给connect的方法 在组件里面 我们怎么调用这个 change home data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this.props.change home data 来调用下面的这个方法了 那么我就可以把我的这个action 传递给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能接收到这个action 有了这个action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dispatch这个action 把这个action发给store 实际上 我们这块的逻辑 还可以改一改 好 先这么写着 我们后面再回来改 那么action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流程 就会发送给store store会转发给谁呀 store会转发给我们的reducer 那么我们的reducer 实际上是这个大的reducer 实际上它是有很多小的reducer 组成的 实际上我们派发的这个action 并不是只有这个大的reducer 能接收到 所有小的reducer 也能接收到 那我们的这个pages下面的home 这个组件 它的store幕下的这个小的reducer 也能接收到你的action 于是我就可以在这里去写逻辑了 case 如果你的action type是什么呢 是我的change home data 那么我可以干什么 我可以在这console.log一下 你的action 来看一下它的内容 好 这块呢 我们可以return 先就这么写 我把action打印一下 保存 咱们到页面上刷新 大家来看 你能不能得到这个action 以及action里面的所有内容 都能够得到 没问题 那么我就能得到action 传递过来的这些列表内容 我用它替换掉 我的这个默认的列表内容 就可以了 那怎么替换呢 我们说immutable.js state 其实是一个immutable的对象 我们如果想改变 topic list该怎么改 set topic list 让它等于什么呢 让它等于action.topic list 但是action.topic list 实际上是一个gs对象 而原来的这个topic list 它是一个immutable的对象 你用一个gs对象 替换一个immutable对象 实际上数据类型发生的变化 是不对的 那怎么能把一个普通对象 转化成一个immutable对象呢 你可以写一个from.js 这样的话就OK了嘛 好 那你还要继续再干什么呀 点set state 把article list一起一个一个再去改了 再去改recommend list 你要连写三个set 这样的写法比较low 我们呢可以换一种写法 immutable.js对象 它呢上面有一个方法叫做merge merge接受一个对象 可以一次呢和并多个属性 我要把以前的state里面的topic list 换成什么呀 换成新的这个action 传递过来的topic list OK 我这么写就OK了 同时我再要替换article list 后面更一个from.js action.article list 还要替换recommend list 所以这块呢 你可以把它替换成一个recommend list 好 这样的话 原始的state中的topic list article list 以及recommend list 就被替换掉了 当然你别忘了 替换好了 你还要把这个新的数据内容返回出去 所以调用一个return方法 这个时候我们保存一下我们的代码 再回到页面来看刷新 大家来看 阿甲克斯获取的数据 就完美的显示到页面上了 我们可以改动一下这个数据 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代码 找到home.json 我们可以把这个手绘改成手手绘 然后胡歌12年后谈车祸 把home这段话我给它去掉 保存 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 这块变成手手绘 这块变成胡歌12年后手谈车祸 后面的内容就没有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通过阿甲克斯一步的形式 来获取到了首页的内容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 这块变成胡歌12年后手谈车祸 这块变成胡歌12年后手谈车祸